夜空突然炸出火球 俄罗斯深夜时分布良斯克 贝尔哥罗德甚至莫斯科地区 都遭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宣称防控系统 共击毁45架乌克兰无人机 当中11架是朝着莫斯科方向去 是目前为止对莫斯科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势 另外在俄罗斯南部的罗斯塔夫州 也是大半夜火光漫天 传出乌军击中一套S-300防空系统 乌克兰这是打开了吗 对俄罗斯多点出击 包含在发动骑袭的库斯克地区 乌克兰战机发射法国制的 铁锤空对地飞弹 击中了一处地下控制中心 这似乎都指向乌克兰有所突破 但是泽伦斯基很保守 因为乌克兰现在苦战的 是在乌东盾内刺客 俄罗斯称作红军村的 波克罗夫斯克周边 枪炮声不断 事实上波克罗夫斯克 从开战后就是恶无交战热区 激烈程度不输巴赫姆特 绞肉机 深渊乌克兰的外国兵团 更是曾在这里执行 所谓最血腥一阵 当时的战场就是从 波克罗夫斯克到更靠近 盾内刺客的佩尔沃迈希克 放野望去看似荒野 但是处处都有俄军埋伏 以及七敌陷阱 甚至还使用空爆弹 而无双方至今 人在这里呈现拉锯战 而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克 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这里 是六条公路的交汇处 对乌克兰来说 是必须守住的战略重地 同时也要推进 在库斯克的进度 乌克兰宣称 目前占领库斯克 约1263平方公里 约93个聚落 总共推进距离 约28到35公里 这对乌克兰来说 有两大用意 一是建立另一个缓冲区 二是要突破西方国家的军援枷锁 之前欧美禁止乌克兰 直接攻打俄罗斯 但是如今证明真的打了也没怎么样 美国甚至还帮枪 大酸俄罗斯毫无回应 这让普清不是很开心 普清到北高加索联邦出访 放话要开始对付越境攻击的乌军 另外也传出 他指派自己的表亲 来担任国务秘书兼国防部的副部长 再利用家族成员巩固势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